字幕提供 奧蘇利雲就是在桌球界的大師兄始祖 火箭七屆世界冠軍 他的獎金真是王無數 90年代打到現在都算厲害了 我年輕的時候就聽他的名字了 據說他移民香港 循著優秀的人才入境計劃 他一向都說大讚 香港一切都很棒 背後有什麼意思 大哥仔江少 你體育就最乎 怎麼看這件事 我都不太熟悉 馬上講一些行家 那段IG發佈的短片 入境事務處處長 郭進鋒 有一段影片 跟奧蘇利雲一起拍的 說歡迎你來香港 為什麼會來這裡 這段影片出了之後 大家都很驚訝 為什麼你會選擇 香港經優秀通 來這裡定居 這次和去年那個不同 如果大家有一點印象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NBA前球星 就是馬貝利 也是經高財通 進入香港 但是他也可以一時佳話 為什麼呢 江玉涵 江玉涵也是 我會做其他慈善項目 對於籃球的項目 暫時還沒有參與 也還沒有在香港定居 因為香港的地方太貴了 覺得北京住的房子 比香港的房子還大 但是如果真正定居 就是英國籍的奧蘇利雲 正式是香港定居 定居之後 大家都在猜猜 為什麼這麼多個地方 不選擇 你會選擇香港 在我來說 就立刻盡量翻查一些資料 如果以這個馬貝利 去年NBA球星來計算 其實他反而不是直接 由紐約申請進來香港 他是由北京申請進來香港 原來他在北京拿了綠卡線 用北京公民的身份 來申請進來香港 所以他不當是美國 美國申請 即是他當是內地專財 對 他在裡面 自從申請用高財通 兩地的高財通 他賺了很多錢 這一兩年來 同樣地 如果你放在奧蘇利雲裡 如果來香港定居 實際上在經濟上 不要 在個人的利益上 是真的有幫助 首先 因為你在香港定居 有很多國內的項目 他都會主動去找你 因為你會較容易 你一過就到 不用坐20多小時飛機 這是第一 第二 這是直接關係的 因為原來 在2030年 亞運會 將會重返 這個亞運會的項目 以蘇利雲的年份 我也問了 原來他可以 如果放棄他本護照 轉特區護照 他可以正式代表香港 參加2030年的奧運 那就可以拿到600萬 就算30年不行 經過7年 正路經過7年 2034年都可以打到亞運 如果30年 為什麼 30年有機會 因為他經過高財通 是拿到香港定居 如果拿到香港定居 入境處 給特區護照 他可以即時代表香港 到時候 要跟富家駿打 哪個更厲害 都不用打 那他們組隊 他自己會 到時候談判 但坦白說 這裏也是挺遙遠 說起來是2024 2025 還有五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的時間 不是這麼快的解決 但在長遠 對他個人來說 事業仍然有幫助 經理人曾經跟他說過 如果你仍然想保持收入 只要你不是跌得排名太低 他才會一直接到廣告給他 聽說他的經理人公司 是有少少 中資背景 澳洲李雲 當然他有來過香港行山 他以前也有賺香港好 但今次的動機 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要來賺錢 這個就自己了解 但他又是什麼 怎麼說呢 他來香港 根據優秀人才入境 純粹有一個運動員身份 但他會不會到時候 除了出賽之外 他又可以教別人 很多節目都可以出現 對嗎 表演賽 表演賽 各樣 開過頭表演 真的 又賺錢 再不是便宜一點 但其實也不便宜 可能他教有錢人私人打球 他整個人動在香港 你怎麼用 十皮 二十皮 三十皮 一個小時 你來夠膽就來 你給得起錢 都可以找我 但如果他放棄英席 就變成交香港稅 因為如果英國 一定是環球徵稅 他原本交的稅 會少很多 這個可能會不會吸引他來香港 你的工作量不便 你賺的錢不便 但你交稅少了 因為這也是香港 什麼國際金融中心 其中一個就是低稅率 所以政府不夠僵交稅 你頂磅都是17% 你還要比大陸便宜 那些超級巨星 好像當時湯圍 莫華倫都是 等等那些都是因為 某個行業是一個專業 全世界不同地方 都有一個專業人才入境計劃 日本都有 之類 你接著用這個 這個卓球一哥的身份 當然能夠贊成 你又可以好像谷梅麗 還是谷外麗 然後代表一個中國 去玩花式滑雪 特區政府當然歡迎 我做特區政府也覺得很棒 不如看看要交換什麼條件 譬如說 郭晉峰 入境市處務處長 亦都講過的訪問蘇利雲 剛剛就是蔡神所講的 他說一些好項的答案 就是香港的拆籌很受歡迎 也有美食 也有文化理想的棲息地 其中一項他講出來就是 對於外國人來說 是一個很良好的稅制 沒錯 這個絕對是 還有唐英年過年代 放寬了一個遺產稅 你放寬了遺產稅 很多有錢人 覺得來香港有好處 放在那裡 遺產稅低很多 但後來有人為何抽走 就是因為 怕香港和中國 越來越密切 會不會抽水多了 有些怕了就撇了 真實的情況 不知道 總之他怕 那是他自己決定 那香港不是 就是什麼 那些 下來又交稅 那些什麼 遺產稅 財產稅 又不像外國那麽高 那計劃的稅 可能有好處 另外特區護照 香港拿著特區護照 去很多地方都方便 比剛才那個籃球明星 中國護照是好 但如果比拼起 我相信香港特區護照 去的地方可能會更加 面簽證 更加方便 周圍去到 剛才你剛才說的主宰 重點 剛剛香港中間點 國際城市去哪裏都很方便 所以就舔了 是啊 但我想問剛才的問題 如果譬如說 將來接下來 他代表香港打奧運 那每個地區 有各個代表數目 不可以說你夠分 然後沒有限尊敬 香港有十個 就是桌球選手去打奧運 那樣 都是到時可能 又是要經這個 什麼 香港國際委會 然後去 夠分 就選擇 可能最後原來 有超過 一參議員數 然後又要遞名單上去 那沒有鬍子就押了 有些可能 夠分 或者低了一點 就變得沒得去 變得押了 還有不安疑 我喜歡不安疑妹妹 不過類似 類似 類似 比如說 有些解釋 一個疑問 就是護照的問題 因為香港足球有很多 都是入籍兵 他是來自歐洲和南美洲 南美洲大部分的入籍兵 香港都來自巴西 原來他們為什麼會 那麼容易申請到特區護照 不是香港特區政府容易給他 然後他們有一項條例 他們的原居地 是說 如果你他朝有一天 再放棄你的特區護照 你可以恢復你本身國家的護照 所以他們才會先放棄自己本身的護照 申請特區護照 可能到他不再在香港民生發展 他就會再放棄這個特區護照 然後就會再申請自己的地區護照 是可以的 巴西沒什麼好處 你放棄了 就變成不是交那個國家的稅 如果你放棄了特區護照 然後我又給你加入 那巴西沒什麼好處 沒有辦法 因為他真的要申請離開原居地 大部分巴西球員 來了香港踢球 他寧願在這裡教小朋友 找教練工作 找其他工作 都不會再回巴西 因為我跟巴西球員 試過用翻譯和他們談過 我問他為什麼你 那麼喜歡留在香港 而不回到巴西 他說我在巴西那裡生活 因為我不是出於 不是各個尼碼 我不是一個有錢人的區 如果我回去 你知不知道我家裡 是要放一支槍在這裡 是啊 是啊 因為那個治安的問題 治安很差 網票 就算你找到少許錢 我連子女去學校都很害怕 所以他們大部分 找到少許錢 都不想回巴西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